苏丹国民议会11号通过了总统巴歇尔上个月宣布的苏丹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决定 但将国家紧急状态期限由一年缩短为6个月 苏丹国民议会发言人在当天议会表决后称 议会多数成员投票支持苏丹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决定 自去年12月以来 由于商品价格上涨货币贬值等原因 苏丹多个城市爆发游行示威活动 苏丹总统巴歇尔2月22号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苏丹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紧急状态